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不要去買賣我會員的股票 我把股名代表都塗掉了 好 台股有沒有像我說的 跌到讓各位華語人聲 而且越跌越快 我們看來 為什麼在2月22號我就提醒各位 台股起跌看到賣出信 台積電在這裡 台股從今年年初18619點 台積電688點 跌4個月 跌了4個月18619 跌到15616 688跌到505 跌了4個月 跌了1800點 台積電跌了120 4個月 好 然後新的一波起跌 6月10號 我也提醒你來 16811是高點了 不會夠 還會繼續跌 好 560台積電還會繼續跌 好 都出現賣出信 到今天各位 16811 各位 這樣跌多少 不到一個月跌了2600點 台積電不到一個月跌了120塊 這裡是花了將近4個月才跌1600點 這裡花費了將近4個月才跌了120幾塊 結果越跌越快 結果越跌越快 不到一個月他就給你跌2600點 不到一個月就跌了120塊的台積電 我講的你們不相信嗎 我說我講的任何話 未來都會兌現 因為我說我是個人格者 我不是在這邊做生意的 從去年為什麼一直講 我說這個盤不對 因為股票市場是錢嘛 股票市場是錢 是錢跌上來的 是錢跌上來的 因為一定要升息 錢跑掉了 你告訴我怎麼漲 基本面 基本面能不能做飯吃 我問你 基本面能當飯吃嗎 收盤的那個錢才是你的嘛 基本面跟你有什麼關係 基本面跟你有什麼關係 股價收多少錢就多少錢 你管他基本面 所以有很多人 我常常講 我說好像今年 來來來 從今年就好了 我隨便拿一檔股票 拉近一點來 我們今年的股票在這裡 757 這一檔股票叫金益科 我就隨便拿 沒有特定指哪一檔 我就拿一個金益科 這裡499塊 我們是757 然後到今天呢 來 今天多少 270.5還跌挺 來 3228 看這裡 金益科 那你告訴我好了 這個有基本面嗎 2塊9 2塊9 營收你看營收能看嗎 我說股票 這叫金益科 這叫金益科 我也比給你看 我說好你要真的要比基本面 這種基本面三倍啊 做IC設計啊 細創啊 賺多少錢 賺50塊 賺11塊 金益科賺多少錢 2塊 現在到第一季不到1塊 然後股價既然跌挺還比他高 這人家187而已 金益科現在跌挺還270 我沒有什麼影響啦 我只告訴你 那是你的命 為什麼 像這一次的股東會 有去聽金益科的人都知道嘛 金益科公司講多好 講到一半天也會爭地 全世界只有他有 有啊 前世已經真的沒有人在做 因為你做的是最低階的 什麼叫最低階 就好像現在都人家都用那個 白鐵鍋 插彩用那個白鐵鍋 你用鐵鍋 我們叫鐵鍋 當然也不錯啦 可是你那個是土法鏈鋼的 最低階的叫全世界只有你在做 你股價講給我看 結果我們這檔股票 我們這檔股票 股東會的時候 公司非常的保守 保守他不跌啊 來 股東會以後在這裡啊 還在這裡啊 結果金益科股東會以後 積極跌得更快 我只是告訴你啊 第一個 我也不做空金益科 金益科跟我也沒有關係 我只是拿股票跟各位講 這個叫做財富重新分配 好再來呢 其實大盤在這裡 我一定不會說它是低點啊 來 因為大盤要出現低點 會出現所謂的買進信號嘛 就轉折信號 你看每一次一定要出現一個紅的啊 要出現紅的 要出現紅的才不會跌啊 到目前為止請問有紅的出現嗎 有紅的出現嗎 沒有啊 所以不要去摸底 不要摸底 但是政府有出來了 政府出聲了嘛 對不對 政府就是說這個盤已經 認為 德勒讓政府也開始緊張了嘛 那 他預留一個什麼 開始要反彈 其實我都講很簡單給各位聽 你們都看得懂 來 誰叫你們看得懂 這叫台幣 台幣今天貶值 又升值升回來 黑K叫升值 紅K叫貶值 今天升值了 升回來 台股等下今天升值 昨天禮拜 7月1號是29755 今天已經升值15分 看到喔 15分升值啊 那第一個 為什麼說飲料一個契機 第一個 這裡29845 台幣貶值沒有破新低 雖然台股 台股在破新低 對不對 好 台幣沒有破新低 所以 印量什麼 印量新的一波的緩彈 所以不用怕 怕的是什麼 你手中的股票 怕是怕你手中的股票啊 我再講一遍 各位所聽到的 不見得是真的 什麼叫真的 我剛剛就講 金益科的股東 公司講多好聽啊 其實只有他有 真的他有 全世界還沒找不出 比他更低階的金益啊 他現在他在做吧 然後呢 然後 然後股東會以後 他 跌給你看啊 對不對 騙五行的啦 騙五行的啦 我們公司的股票 就是我們做的 這檔公司的股票來 各位 沒有動喔 好 那他在印量什麼樣的契機 我還是要給各位看 跟他做一樣的ADC 就是做抗體的 這叫 西雅圖遺傳學 各位看到 這是最近啊 最近啊 這三個月呢 從這裡喔 110塊以下 三個月的時間喔 漲到180 西雅圖遺傳學 西雅圖遺傳學 現在的市值已經331.5億美金 我們這檔今天才166啊 才10.3億美金 為什麼我要拿西雅圖遺傳學 因為 我說他是可以比較嘛 公司的總經理出來講 西雅圖遺傳學 當時講是市值220億 現在漲五成啊 真的就漲五成啊 那我們的股票呢 當時3月24啊 3月24 當時我們的股票是194啊 今天呢 今天還在這裡啊 對不對 今天還在這裡啊 今天還在166啊 今天還在166啊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各位可能 不知道 因為他的資料還沒出來啊 你們一定不知道吧 這資料還沒出來啊 所以你一定比別人更早看到 看到什麼 我問我問你好了 我有假設啦假設 假設我用我 我用我做第一人稱 好 假設我是一支公司的 大股東 我手上股票很多 我朋友要來跟我 我說欸 謝先生 你股票賣我一點啊 賣我一個1000多張好不好 我說你市場買就好啊 那我同學 算我同學 我同學就這樣講 我在市場買 我要買1000多張 他的成交量譬如說今天只有不到1000張啊 那我要買1000張 我可能會把股價買上去 我要買到很貴耶 你可不可以賣給我 台灣的股票市場 雖然他的新貴 也不能私相銷售啊 不能私相銷嘛 好 那這樣好了 你要買對不對 好那我申報轉讓嘛 好不好 我來申報轉讓 來 在這裡看到 看下面 好 申報轉讓 來看到喔 申報轉讓多少 1473張 因為我有32473張 我申報轉讓1473張 連我都轉讓就要好了 我剩下31000張 好不好 那我假設啦 假設是我 那我申報轉讓 好那申報轉讓時間只有一個月喔 這一個月一定要公告我到底 賣了多少 這一個月要公告啦 公告之後我賣完了 就你只能在這一個月裡面賣 過了一個月就 就 你要再賣還要再重新申報轉讓 或是你有賣完不賣完不重要 就是你一個月裡面可以賣 那一個月結束以後 你下次要賣 有沒有賣完不管 下次還要再重新再申請 好那一個月到了啊 那我同學就跑來跟他講 喔我都買到了 我要的我買到了 我買到大概14001500張 那上次我都給各位看吧 哪裡賣出來的嘛 這是逸三嘛 來這今天啊 都是逸三賣出來的嘛 逸三我們先看今天啊 今天 今天誰在賣 沒有啊 只有散路在賣其他都差不多差不多啦 那今天的股價呢 來先看今天啊 今天的股價 沒算跌啦 為什麼沒算跌 因為禮拜五是164塊半 禮拜五啦 今天喔 今天收盤是166 因為他算金價 所以你看到是黑的 其實禮拜五收164.5 他今天收166 看起來是跌啦 好 那看到喔 好我們這期在講 在這裡我申報 結果7月1號我要公告啊 我必須要公告啦 因為一科一到啦 結果我公告了 我說 我同學說他買到了 他買到1450 1400到1500 我是假設性的 假設啦 我上次都有提醒各位 給各位看嘛 這個月誰賣的吧 百股價賣下來的 是逸三嘛 對不對 就逸三嘛 逸三百股價賣下來嘛 來看這裡 5月27號在這裡 逸三賣了一個月賣了1400500張 那我就認為 就有很多人就認為 我賣給我同學了嘛 結果今天7月就 因為7月1號是 剛剛我們休假嘛 所以已經一個月 我必須要公告了 結果我公告是什麼 來看這裡 7月1號啊 好7月1號 好鑽石生計 因為要申報1473張 看到這裡1473張 491股 然後呢 實際上賣多少 賣了204張 因為1473張 我有1269張沒有賣 我只不過賣了204張 所以我目前持股 本來是32473 現在還有32269 也就是有1269張 我沒有賣 我只賣了204張 那為什麼賣204張好 因為5月27號 我同學要給我買啊 那我就這天申報嘛 甚至是191嘛對不對 好 191 那我認為我要賣191啊 190附近啊 結果過了一個月了 我同學跑來跟我講 他已經買了 可是我只買了204張啊 因為為什麼 股價不理想嘛 股價不理想嘛 說我不賣嘛 因為 我申報是191啊 到了7月1號 才剩164塊半啊 所以我認為太便宜 我不賣啊 那 我同學買了啊 我把假設性啊 假設這是一段故事啊 那我同學 他已經買到他要的了 那這股票誰賣的 就1.3嘛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同學 我同學 當然不會 那市場上 搞不好看喔 我可能是老奸計畫 為什麼老奸計畫 我明明不想賣給我同學 我就故意要申報轉讓 難道讓他去市場買 市場就有一些 那個 我們叫做 散戶中的大散戶好了 為什麼 大股東要申報轉讓了 他就要賣錢 他趕快賣啊 他就先賣了 為什麼大股東要賣 我大股東已經看不好 我先賣嘛 賣到他前面嘛 有啊 真的有啊 一個月嘛 那人家收了 要收了1450 1450 500張的人也收了 也收走了嘛 我要賣的 結果我 股價不理想 我只賣了 我只賣了200多張啊 對不對 1260張我不賣啊 為什麼我要賣 如果股價可以 我當然賣 那這個股價就不理想嘛 7月1號164.9 164.5嘛 5月27號我申報190 也代表說 我要賣大概 190附近我可以賣嘛 跌到160幾 我怎麼要賣 我不賣啊 所以市場上 我有些一閃路就解讀 他賺錢錢啊 所以他賣 我常常在講嘛 我說其實他手上 不是只有10萬多張 因為 鑽石生氣是原始大股東嘛 他們 我們叫外圍 他總共應該也有12萬張啊 那他怎麼會賣了1000多張 把他股價殺下去 不會啊 他要什麼收賣 我說 任何人都知道 這一段 這一段叫做 沒有 沒有基本面 沒有EPS 沒有塑錢的 漲上來自然 這大自然力量 讓他漲到251.5 我請問你 這一家公司 有133個專利 還有包括最近 我會給各位看最近吧 對不對 最近他跟永生 攜手合作 要開發什麼 議題幾代 寫的 字跡 我一直在講字跡 可能各位 沒辦法去理解 我說前中華民國現在所有的細胞治療的公司 現在很多家已經 開放很多家都可以做細胞治療 也就是做 就美麗細胞療法 做細胞治療的 很多家都可以做了 你再怎麼做 你做的還是台灣而已嘛 為什麼叫台灣 因為你是萬壞萬 一個人來我就依一個人 而且他一個人對一個人 那字跡呢 再看一遍 我只要能做到議題幾代的字跡 也就是我就變成藥 一罐一罐的藥 我不是做台灣 全世界我都可以賣 那你要市財有多大 所以你說大股東想的是這個 為了要申報一千四百多張嗎 在這裡啊 結果答案出來了嘛 企業藥答案出來了 這V27這企業藥 這答案出來了 我不賣啊 那你們去賣啊 結果要買的人買到了 我不賣 我也沒有賣了 我只賣了兩百多張 我 我要賣 你說如果大股東 真的要賣 會差一二十塊嗎 你認為他 我說 如果他真的想賣 一百九一百七一百六 對他來講有差嗎 賣一百九一百八一百七有差嗎 他沒差啊 可是他如果認為 我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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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我就要賣百塊 沒有百塊我就不要賣了 如果是這樣子 他就不會逆賣嘛 為什麼 我一百九 我賣的是在割我的肉 因為搞不好 未來我可以賣三百八 我幹嘛現在賣 你要買好了 我就申報轉讓買 我假設性的故事 事實上可能不是這樣子 不然呢 不然他為什麼不賣 請問你有跌嗎 我問你 這樣有跌嗎 請問這樣有跌嗎 這條線 這叫166 新春開銅板最高點166 今天就166 我常常在講 這個166 它是一個什麼 我們叫做均價理論 我畫那條線 就現在所有人的成本 大概都160附近 其實我的會員 我們最後買的價錢也接近 我還是強調 我們最後買的均價 均價 你不能買最後那一次說 這一次好像買的比較多 買買賣賣賣賣 就是來回做這樣子 那價錢賺的還不算 你如果價錢賺的當然沒有這個高 連166我們都賺錢 其實我們成本也定高了 我什麼叫定高 因為不能算當時來 不能算這裡的會員 因為這段時間已經很久了 大概從2月新春開銅板 2月7號到現在已經多少 今天已經7月了 等於半年了 對不對 這段時間 所以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所有人的金價就在這裡 那大盤這樣崩跌 股價還在這裡 結果他再利用 再利用一次申報轉 讓一隔夜的時間 再把不耐久盤的再洗出場 然後呢 我說然後 你只要讓他稍微有個題材 他只要稍微一突破 他只要稍微一突破 他就應該要回到來 他就要跟這個一樣了 對不對 他就要 他就要跟西梗的價錢一樣了 好啦我剛剛有講 西梗 西梗在短短的兩個月 三個月時間 漲了八成 將近八成 那 他隨時都有可能有利多出來 這才是重點 等一下講休息一下再回來 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 是我會很手動的股票 我把股名大家都塗掉了 各位不要去找 我不推介 我說當大盤在崩跌的時候 股票只要套住的人 未來緩彈 你緩彈個10%有人解套 你在緩彈18%還是會有人解套 不斷的有人解套 所以我再強調一遍 不要想去攤平 像股票這種地方 有時候你攤下去 會傾家蕩產 那必須去找一個 我說逆勢股 什麼叫逆勢股 全市長現在有什麼股票 跟這一黨一樣 我說大型股 西雅圖遺傳協短三個月 就更漲了七到八成 這裡是100塊 110以下 漲到180 那西雅圖遺傳協 我也講過很多遍 它是我跟我們這家糖抗體 是一樣做抗體的 那當時是220億 當買220億的市值 到今天它已經來到了331億 已經成長了多少 漲了50% 那我們呢 當時我們是194塊 到今天才166 所以我們還跌了多少 28塊 對不對 還跌了多少 還跌了將近兩成 對不對 我們才10.3億 我說你去這樣比 我說有一天 如果不小心 不小心給你看 讓你看到一個 所謂併過的 我說常常在講 假設是輝瑞 輝瑞是最大手筆的輝瑞 如果是輝瑞 像抗體公司 糖抗體先支付多少億美金 同時用多少億美金 去購買糖抗體的股票 如果是這樣子 你告訴我啦 我常常自我期許 我真的有希望 我說燕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真的自我期許 如果有一天 可以這樣子 那是不是我的會員 大家就歡聲了 不是只有歡聲 現在最少現在也沒有 現在也都是在獲利當中嘛 來 現在都在獲利當中 以今天的166 我在這裡大膽的 我可以誇一下 我認了一個會員 都沒有人賠錢 都賺錢 當然你一買的 來參加我的會員 那是例外 我再講一遍 有很多人去買股票 譬如你買最高的 你來參加我的會員 然後我如果這樣講 我的會員都賺錢 你說老師我參加你的會員 沒賺錢 對啊你買高來參加我的 這個一定要 我一定要切得很清楚 不然有人說 老師我參加你的會員 到現在沒賺錢啊 對嘛你買最高 譬如你買245的 到現在都沒有245 我怎麼幫你賺 就算我幫你做價差 一次一二十塊而已啊 也不可能一次就回來啊 對不對 好 那我說 這個都沒有壓力 好 那他也在這裡 利用一個月的時間 用了204張而已 把這個福爾洗得乾乾淨淨 好 那剛好今天剛好就在166 這裡就是166啊 2月7號最高點 所以他剛好所有人的成本 都在這個位置 都在166的成本啊 那他沒有壓力啊 我的會員沒有壓力啊 我相對我說你看電視的 你手上的這檔股票 我相信你們的成本大概 除非你買一次啊 那就沒辦法 那去買個最高點 然後就沒錢了 那就沒辦法 假設你來回超多人 大概成本都在這裡 好 那大盤止跌了來 大盤我認為止跌 為什麼 因為台幣已經不再貶了 這叫貝里了 台股在創新低 對不對 台股創新低 台幣呢 台幣沒有貶值沒有創新高 貶值沒有創新高 那代表這叫貝里 台幣跟台股貝里 也就是說台股已經超跌了 因為台幣沒有扁破30塊 所以這個牌在這裡 硬量緩彈 啊政府喊話嘛 啊我問你講自私一點的 啊你啊政府你會買什麼高票 把這個大盤穩住 你去買台積電嗎 那後代的 台積電外資繼續賣 你去買洪海嗎 外資繼續賣 你去買電子股嗎 外資繼續賣 你去買金融股嗎 那金融股還有很多所謂的 這次的疫情虧很多的 還有在外面的 譬如說在中國 在輸二 這些所謂的 還包括會損 啊不知道 那最乾淨的股票就生股股吧 所以我多麼期望政府 如果想要拉台股 你只要買這一檔就好了 你只要把它買上去 買到超過250 我告訴你 整個大盤就 就上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股票已經漲過了嘛 看到沒有 藥花藥 生股股的股股已經漲過了嘛 唯一沒有被套的就是這檔政府 擁有持股最多這一檔嘛 什麼政府擁有最多 當然是我希望啊 我常常在講喔 有時候我講的都會兌現 如果猜到呢 就算沒有 他也沒有輪套啊 只要稍微有一個利多加持 上去可能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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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好再看一遍喔 為什麼大股東申報轉讓 200幾張 這個價錢他不賣 你有股票的一定要來參加會 你才能來回 我們不帶你 打電話 免同一個時間再會 大股東申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